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要带你们进入男生的天堂 绅士的日常 西装定制的世界 Let's go 我们今天要聊的什么 我刚跟店长聊完 这个80%的人都是结婚 才会定属于自己的第一套西装 所以说你看 你发现你周围男生穿的西装 基本上都是不合体的 对不合体 修饰不出来你最美的地方 跟最帅的地方 对 修饰不出来最美的地方帅的地方 然后那个领子也很奇怪 肩膀也很奇怪 反正这种西装在我眼里看来 OK 就不是西装 店长刚才告诉我 就是说自己的客人 基本上都是用于婚礼和商务 像我这种没什么事来定西服的人 特别的少 所以因此我们成为 那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 像朋友一样的关系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 肯定是价格 就让店长来跟我们说一下 像我这样的 还可以的定制西服要多少钱 每一家的话它价位都会不太一样 因为它所包含的工艺 以及面料 特别的特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家的话 从5000左右 然后再到30000之间都是有的 按照面料和你选择的工艺 去定义的价位 定制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后期你体型有变化的话 在15斤变胖变瘦的话 都是可以调整的 因为咱们做的是纯定制 它是有调整的空间在的 如果你用好的工艺的话 你这些衣服后期可以穿一辈子 是没有问题的 这件西服我已经穿了两年的时间了 对 有两年了 完全跟崭新了一模一样 这个西服也会随时随地提醒我 你该减肥了 对 是的 这点非常重要 我每一次跟店长说 我可能要把裤子改肥一点 对对对 然后我每次都不好意思 所以两年之间我都没有胖 如果你想让你的老公男朋友保持身材 那么你就多让他定点西装 去定了那么多套西服之后 他变胖了 他觉得很亏本 所以他会减肥 一般结了婚的男士的话 胖的是最严重的 每一套西装你可以自己定制的空间非常多 店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能选择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懂西装的男的应该极少极少极少 不是很 是比较少的 因为这种文化才进来不久 对对 我们跟店长聊一下 如果你要去做一套属于自己的定制西服 你需要了解哪些知识 首先在来定制之前 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这次定制的目的和这件衣服 你后期使用的途径是什么 男生也许觉得没有什么 但对于女孩子来讲 男生如果有一套非常帅气得体的西装 跟女孩子跟女朋友去约会的时候 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女孩子太多漂亮的衣服 真的想要在这种重要的场合去穿 但是你知道吗 每次穿的非常漂亮 但是男朋友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穿着拖鞋跟着裤衩的时候 装的内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真的就是感觉自己穿的很奇怪 所以男生一定要有一套两套 甚至是三套的西装子 不一样风格的这种西装 跟女朋友出去去约会的时候 可以让女朋友拿扮的 你要像艺人啊 像明星人感觉 让你自己也知道有这种美丽的时刻 所以这些西装是非常重要的 教一下女孩子们吧 一个男生出来见你 首先你得看几个细节 指甲有没有剪干净 头发有没有打理顺 最重要的是鞋子是不是干净 那关于鞋子呢 好多男生只会买阿迪奈克 AJ EZ 其实你可以尝试尝试 我脚上这些风格啊 搭配一套休闲装 或者休闲西服 给人一种刚从马术场回来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去过马术场 但就那个感觉你懂得就好 Scap的鞋子 完全可以hold住以上的任何场合 我一次从他们家买了六双鞋子 可以搭配正装 出席而语我诈的商议谈判 也可以休闲的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多金渣男 Scap的鞋子都充满了科技感 有航天科技的器件 而且鞋子的天然牛皮柔软舒适 缝线工艺非常的精致 我的很多鞋子只有好看的这一项功能 磨破脚后跟是经常的 Scap的鞋子呢 兼顾了舒适和质感两个最重要的点 男生买它完全没问题 第一次定制在面料上面 可以在颜色上面去选择一些比较经典一点 像这种一鸣这种灰色系 就是要经历这种风格 灰色的话就非常适合这种有风格 有感觉 有品味 对 穿灰色系装你一定要发型 妆容以及它整体的造型 眉毛啊 胡子啊 包括手表啊 皮鞋这些颜色都需要把控的非常明确 听到了吗 男生也要化妆 OK 男生也要做发型 发型是一定要做的 穿西装如果你发型没有了 整个就全部都化掉了 我给大家真的是真的发型的鞋 然后西装 这个呼应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想着你男朋友变得更精致的时候 把这个视频发给他 OK 我第一次见到店长的时候 他的脖子上就挂了个小皮鞭 不是小皮鞭 小尺子 当你去到家店的时候 设计师他的脖子上挂了一把皮尺 就是非常专业的表现 真正高档的定制起伏 所有的条纹都是对齐的 你看这里 所有的条纹都是对齐的 虽然它的面料是两层 对的非常整齐 fantastic 建议第一次定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上双排口 感觉非常的amazing 当你啥也不知道的时候 你进店肯定是懵逼的 那在懵逼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男士的话 大部分对西装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就是需要通过试衣 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 想要做什么色系 或什么感觉 然后再开始去选择面料 设计做完了之后呢 同时就可以开始进行良体 一个月到45天的样子 进行第二次到店 再进行调整 到店的话 差不多会在三次左右 最后呢 这套衣服就结束了 然后合一个面就可以了 这些礼服一般都是 结婚的时候才会穿 或者酒会啊 不过你不想让这件衣服 在你的生命中 只用一次的话 那尽量要多的创造 参加 这样的场合 对 这样的场合 酒会的场合 颁奖免礼的场合 比如说一些 多结婚 除了结婚以外的场 多结婚 你在说什么 背后的那个人 每个国家的面料 都会有自己国家不同的 就是面料风格的特点 以及软烟程度都不一样 英国风格的 还是意大利风格的 你想知道自己的 使用场景是哪些 才能选到合适的面料 如果你想像我一样 像一个扩上 这种法式袖口 非常适合你 如果家里没有一个女主人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自己扣上这个的 西装一定要让别人帮忙穿 才会有绅士的感觉 跟修丁脸一样 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们这两个夜的生意 就被你这样搞的 你是不是想死 你告诉我 我今天就找人把你 叭 耶稣都留不住你 我说的 这个就是定制完之后 你最后拿的成品 就长这样的 对 修袋子 打回原型 垮掉 女生们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转给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婆 让他彻底有一个感觉 好吗 大家看到穿西装的人 有几个问题就不要问了 你热不热 你要去相亲吗 你要当伴郎吗 你要结婚吗 因为见到之后呢 你一定会觉得 他要出席什么牛逼的正式的场合 才会穿的这么帅 但是我们穿着西服的男生 可以问那些穿着礼服的女生 你冷不冷 然后脱下自己的西服外套 披在他的肩膀上 从他的皮肤暖到他的心脏 对了 告诉你们一个很细节的点 你去一个定制店呢 开始量体 他如果不问你这个问题 他就不是专业的裁缝 这个问题是 你平时放左边呢 还是放右边呢 如果你放左边的话 我就把裤线往左边缝一边 如果你放右边的话 我就把裤线往右边缝一边 学会了 把自己放左放右 打在弹幕上 西服是盔甲 能约束一个男人的严形举止 西服是皮肤 能让一个男人从内而外变得优美 西装男是宾威物种 气温如果持续上升 再过二三十年 他们就要消失了 所以最后最后 祝你们早日拥有一套自己的战口 去迷倒众生 去独自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